昨天傍晚六点多 海舱警方接到一通求助电话 几名来自武汉的医生要在六个小时之内 将一颗心脏从厦门紧急送往武汉 移植到患者的身上 飞机的起飞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 如果错过这趟航班就会耽误移植手术 当时正是晚高峰的时段 如何敢在飞机起飞前把心脏顺利地送到机场呢 从街警那一刻开始 民警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 六点二十分接警 六点二十三分警车抵达长庚医院门口 同一时刻 医生们带着装有心脏的保温箱 飞奔向已经等候在门口的车辆 随即警车启动民敌 为护送医生和心脏的车辆开到故航 从长庚医院到厦门高企国际机场全程约二十二公里 一路要经过新阳隧道 海舱大桥 仙越路 成功大道等多个容易拥堵的路段 虽说路上读点比较多 但考虑到这些主要道路上警力保障充足 海舱交警最终决定由警车全程护送医院车辆前往机场 除了安排警车开到护送 海舱交警 海语事官局指挥情报中心 交警支队 桥碎大队等部门实时联动 报告车辆位置 在海舱大桥 仙越路 成功大道等道路上知青的交警队员 也都提前在各个路段疏导交通 为车辆提供最佳的行驶路况 桶中那一段有一点点施工 这一段相对有点堵 那后面的话经过调整完以后 还是相对比较顺利 就是说没有那一种直接停在那边堵 就是说慢一点而已 那是整个路程还是比较圆满 6点55分 用时仅30分钟 海舱交警将医生和那颗珍贵的心脏安全送达机场 比预计要花费的时间整整少了半个小时 一路送发 一路送发 辛苦了 一路送发 今天早上6点30分 医生发来好消息 昨晚他们已经连夜将心脏移植到患者身上 正因为有了这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 心脏移植手术在5小时3分钟内顺利完成 记者书从民黄超通讯领警报道